要具备正确的判断力才会做对抉择 一个人是不是生下来就会判断 还要透过学习他才能够形成判断力 才能下对抉择 而这个判断力要取决于他的理智智慧 他才会下对判断 假如没有智慧没有理智 就有可能会意气用事 俗话讲后悔莫及后悔都是后面才来悔 就是下错抉择下错判断 一个人何时要具备理智 什么时候理智要学多久 活到老学到老 但是理智忧郁早建立人生才会下对重要的抉择 请问理智从哪里学 现在很多人读很多书有没有理智 现在有个病叫忧郁症 很多忧郁症的人看的书可不少问 欲看欲怎么样 答忧郁你们怎么都知道 所以在这个时代连选书都要有判断力 现在知识爆炸很多小孩看错书 有个孩子才五六岁去看心理学 时间才一秒 请问你要花多少秒才能回复到本来的清静状态 多少秒可能十倍百倍 所以孩子的思想假如污染了 你要花更多倍的时间把它清除 我常常有时候跟一些同事聊天 那些同事说某些综艺节目真好笑 笑得我都快要躺在地上 我都会跟他说 我说你看那些主持人在挖别人的隐私 在拿别人开玩笑你觉得他做的对不对 他说当然不对 那你觉得很好笑你在那里笑的时候 你儿子在旁边陪你笑他知不知道对不对 他觉得爸爸觉得很好笑 那这样做是对的 所以孩子耳濡目染 对别人的言语轻慢 对别人的言语会有占便宜的倾向 会乱开玩笑 当你已经发现他讲话没什么分寸 再要把他扭回来就很累了 电视如是书籍的内容一如是 最近很畅销有本书叫 《穷爸爸富爸爸》 应该有人看过 有个家长看了以后很高兴 跑来跟我说这本书真有效果 它可以让我懒惰的女儿瞬间变成勤劳的女儿 这个特效药有没有效 真有效他跟他女儿说 女儿帮我拖地给你两块人民币 帮我晒衣服给你两块 帮我洗碗给你三块人民币 他女儿本来懒洋洋的 突然变得很有精神 变得好像不辞劳苦开始工作 有没有效 你看特效药都很有效 感冒流鼻涕马上真打下去 要吃下去五分钟十分钟见效果 有没有效 我们现代人都很喜欢特效药 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会被那些神棍骗 他夫妻关系不好都已经十年二十年 结果这个人跟他说你马上烧些纸钱 做哪些动作马上保证你夫妻变好 都很希望吃特效药都没有考虑到冰冻三尺 有没有理智 没有理智的人特别容易被骗 所以好像面对很多问题都希望赶快立即有效果 其实人这个思考就没有道法自然 感冒流鼻涕为什么会流鼻涕 鼻涕是不是病毒 鼻涕是你免疫系统跟病毒 奋战之后所留下来的尸体 你看我们伤口是不是会化膿 这个代表当病毒入侵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马上起来防卫你的身体 你看到鼻涕你要很高兴 你看我的免疫系统奋勇杀敌 结果你看你的免疫系统奋勇杀敌 你也不爱护它 你只希望不要看到鼻涕 马上抗生素吃下去 吃下去很有效 它一定会把病毒杀了 它也同时会把你的免疫系统杀了 不止杀免疫系统 连你肠胃里面好的细菌通杀 所以孩子吃完药打完针 气色怎么样 你看那个孩子比较明显的两颊都会消下去 然后一两个礼拜看到食物都没什么胃口 所以你用特效药 它的免疫系统一直没有建立 这样就会恶性循环到最后 只有药有流行性感冒 你保证要带助孩子去跟医生报道 那你要带到什么时候 你要花多少钱 所以我们要了解道理不要看了书以后 看到有效果马上就用 这位过了一两个礼拜又来找我 他脸色不大好看 出状况了 我就问他什么状况 他说今天我跟我的女儿说 我说女儿今天妈妈很累 你去帮我把已经洗好的衣服晾起来 妈妈给你两块钱 他跟他妈妈说 今天我也很累 我不赚了 他突然警觉到这服特效药已经流露出副作用了 家庭是不是谈利益的地方 不是 你已经把功利主义带到最温暖最祥和的地方 都被功利主义席卷了 家庭是交付出的地方 家庭是交感恩的地方 家庭是交认知本分 懂得尽本分 懂得尽孝道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有理智的判断 你才能够防止书籍里面不正确的知识 才能防止孩子受到这些的污染 地方都被功利主义席卷了 家庭是交付出的地方 家庭是交感恩的地方 家庭是交认知本分 懂得尽本分 懂得尽孝道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有理智的判断 你才能够防止书籍里面不正确的知识 才能防止孩子受到这些的污染 地方都被功利主义席卷了 家庭是交付出的地方 家庭是交感恩的地方 家庭是交感恩的地方 懂得尽本分 懂得尽孝道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有理智的判断 你才能够防止书籍里面不正确的知识 才能防止孩子受到这些的污染 在这些污染里面不正确的知识